好那剛剛呢我們已經讓這個 自動控制這個平臺啊這個這個 這個所謂的 流暖器幫我們輸入python對不對這不是我們自己打他幫我打的 好你只要這個 前面一個格子開啟流暖器沒關他就會一直在我們 後面東西被我們連動著 那現在這個按鈕如果你的選擇其實對的話 現在開始我們要等待元素 所以呢在這邊我們要因為會有這個timeout的這個問題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先寫這個 Timeout Exception 好那邊我只是不要讓他報錯了所以基本上我寫pass等我之後再寫 例如說這邊要等待遇時 好那我這個結果整個ok了之後 我就準備等待元素怎麼等待呢 稍早有提過就是web driver 進行wait 好第一個參數放我們的流暖器 特別數第二個我們等10秒 我看你要等幾秒 如果你今天攻略那個網站那個元素 那個廣告 他會插播個 20秒 你就等20秒 那等誰呢不是等那個廣告喔 是等你要互動那個元素 例如說20秒之後 他才會出現 那就等20秒 我們會 大概抓個25或30秒 因為怕你網路 那個品質不同喔 所以沒辦法很快賭 所以會抓個20到30秒 在這邊10秒好 那我在等啊 等到什麼時候 until 那如果同學那邊還沒好 你就幫我把我的程式先複製上去 試試看 我把我的程式先複製上去 好 那until 直到什麼時候才 不用等 好就預測的這個 這個 預期它發生 好那那怎麼看呢 那有同學問到一件事情 老師那個by sys selector在哪裡喔 其實在講頁的第58頁這邊 他by有方式很多種 by id 指的是你的元素id by sys selector 就是有點像我們那個 美麗湯用點select 或select線1概念 那在x-pass是另外的表示法 沒有空再去學 那這個是超連結的內文 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樣 例如說ptd實驗法 他就是要寫完整的ptd實驗法 但是老師我不確定 我指的他叫ptd 會不會不知道呢 就是 那個partial linked text 就是這個 超連結內文的部分就好 就因為剛剛 前綴詞的概念 有沒有 那個上箭頭等於前綴詞的概念 那如果你元素上面有加個name 你就by.name 然後 他的name有名稱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抓那個 所謂的 元素標籤去做一堆a 那你就直接by底線 by.text底線name 然後寫a或什麼的 就只有a而已 或是什麼p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用屬性的話 要那個類別的話 就by class 以下name 那後來有同學覺得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比較常用什麼 這兩個 加這兩個 那有同學會自己去學這個 這也是另外的表示法 是同學比較常用的 現在後面這個沒有人用 你用選擇修比你洗這個快 懂一個嗎 好所以那個by在這邊 那你會說那個weight 會有個期待條件啊 那期待什麼 像這邊 我期待他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 我會期待 我的title是什麼 例如說ptd 實驗坊 或是我title裡面 包含的什麼文字 OK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比較特別 我今天希望是什麼 不管你有沒有包含 你是什麼東西 我只在乎 你有沒有出現在我動元素裡面 這是你們上過java 就有dom對不對 不是出現在那裡面嗎 你可以自己create the element 你今天只要敢出現在 就你的定位的元素存在的話 我就當你存在 我就等你出現 這個東西就等你元素出現的意思 你可能廣告 10秒啊 把它蓋出對不對 只要你20秒後 我能夠看得到你 我就等你 只讓你出現 那還有那個可不可見 像可不可見就是 有些網站是他會變的那個 那個選單會變的漢堡 就是橫線的 縮放那種 那個選單 可是當你打開的時候 他是不是出現了 連結 我就可以跟你互動 他會等 等他打開 好等等 那還有其他的 你再看一下 我還有很多很多 在這裡面 所以我選用這個 你這個定位的元素 已經存在的話 那麼 我就 那個 我就不用再等了 因為知道你存在 所以ec 點 element 等於 底線 element 底線 located 好在這裡面呢 蠻特別的 他跟這個概念有點像 by element 不過呢 他裡面是 tuple 這 這邊是by 你現在是css selector 然後呢 我們剛剛不是已經打好了按鈕搜尋按鈕的這個選擇器嗎 幫我選一下 好 那如果剛剛 上課的同學有問題 如果你們還是沒辦法執行 你就把我網頁上這邊 到這邊 把他複製貼上 到你的乘字碼去 先讓我們能夠可以 繼續順利進行 懂嗎 同學可能只是被打錯一個字 或是 我可能複製怪 那個空格很怪怪 我確定 那你就直接把他貼上 懂嗎 把我 把我乘字碼先複製 讓你能夠執行 讓你能夠執行 好 那如果你看哦 你10秒內 真的期待他出現 他真的就出現了 你就不會跳出胎茂例外 OK 你就會直接 像這樣 往下走 這邊就不等了 好像就往下走 因為你找到元素啦 他就往下進行 接下來呢 我們要取得按鈕的元素 btn 那這個btn是變數名稱 就用於类似這個input element 他是誰呢 driver.find 底線element 然後我們透過by by the moment css selector 好 那右邊選擇器呢 就是我們剛剛 先定義好的 這個選擇器 最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 請大家先幫我寫到這邊 同學可以先複製我的程式碼 讓他能夠順利執行 然後驗證看看 看你那邊哪有錯誤 你可以直接複製 貼上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範例碼都給大家了 所以 你可以交叉比對 好 那你說 老師 我拿到這個 記得 這 應該是 算關鍵嗎我也不知道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拿到那個 btn button了 哎在slame裡面你要按一下他 就對那個按鈕按一下這件事情 對你選擇系列是按一下這件事情 btn.click 這函式 然後最後再睡個三秒 為什麼我要看預覽結果啊 好我現在執行一下 馬上跳到自動控制的那個頁面去執行一下 好看一下他打python 幾秒後呢按下搜尋有沒有 然後三秒後 三秒後我家做什麼的 好像沒有就這樣子而已 欸你就直接跟他互動囉 你就直接對他搜尋框 按下那些文字然後按下搜尋有沒有 打入那個文字然後按下搜尋 有沒有 可以嗎是不是可以到內頁去 就是那個搜尋結果 所以你現在已經開始可以跟你的網頁連動 而且不是你自己主動去按 是你用程式叫他做的事 所以很多同學為什麼 像之前我讓他們教作業就是他們會打地鼠 因為你可以選到跳出來的那個老鼠 不是老鼠 地鼠 你看你選到他馬上他就可以揍一下 所以基本上那些地鼠從來沒有出現過 你就打開遊戲然後要打地鼠 奇怪怎麼沒有地鼠沒有被打掉了 他沒出來就先被打掉了 那些同學是會玩那個線上有個吉他 有個六根弦然後他會按住不放 我們之後會講按住不放 然後就會按住不放 然後按到幾根弦然後刷一下 然後是和弦這樣 然後就哇同學真的超猛 就跟同學做一個這樣 還有玩那個皮卡丘 不過這個我們沒有講到 就是會有個第十四 不過我們可能講不到 因為我們只有18個小時 但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東西是可以的 是我們會講到第十三 會有action chance 行為鏈我們會提到 像同學可能爬到一半 然後跳出一個廣告 或跳出一個遮住的東西 要你拉住那個元素 往右拖一段距離再放開 他才會解掉 那時候行為鏈就幫我們做這些事情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新增一格 有些同學會問 例如說這網址是什麼玩家 有點忘記了 紅龍爬蟲直缺 之前應該有看過 我看一下爬蟲現在薪水多少錢 之前有給大家看過嗎 這個 如果你逃得夠久 我不知道多不多啦 你覺得 那這個價格是真的有拿過超過這個 但是就是要一直爬資料 一直爬資料 因為你公司沒有data 你就 就沒辦法做事啊 如果你公司是做旅行分析的 或是做那個 民意調查 或做什麼的 那可能就是需要大量的那個爬 BD貼文啊 低卡貼文啊 其實這些東西都會被文本做分析啊 就是做文字分析的東西 所以需要有個人專注的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直缺還在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還沒有那個 那個有人去應徵 應該有吧 確定 好 所以有興趣你就 上完課之後 如果你有興趣 你覺得現在工作很無聊 那你就應徵一下爬蟲工程師 一開始薪水少沒關係 他後面會跳 然後他往上漲 因為很多公司都需要data 好那我們不管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 上面那個網址的短網址 所以呢請你幫我做一些事情 就是 幫我直接複製起來就好 體驗一下 好這邊做什麼呢 是先到目前 目前的瀏覽器這邊 會先刷到這一頁去 就是網路爬從那邊 然後停個三秒 刷新頁面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刷新頁面 因為有些網站 你可能執行到一半 爬到一半 他突然可能把你卡住了 或者你發現他轉那個load 轉很久 好不是load 就叫什麼 就loading這個東西 那你就刷新他 所以這時候你看喔 我執行一下 好到這一來 到網路爬從這一頁 他三秒後刷新一支頁面 然後停個三秒 待會又刷新一支頁面 所以你拿到頁面 都是最新的結果 假設你有一些網站 例如說博弈啊 或是說股票啊 或是 我不確定 就是你有網站是每幾段時間更新一次 那你是不是刷新頁面 你就可以再跟他互動 懂嗎 所以有些人會搶票 就是刷新頁面 弄一下 刷新頁面 他有些人比較狠 他就開很多台電腦 或是他一次 因為Driver是一個瀏覽器 我可以很多啊 我可以Driver1 Driver2 Driver3啊 所以你可以開四五個瀏覽器 看你自己 然後你可以分別一下 做不同的事情 反正你變數名稱從1改成2改成3 他就叫不同瀏覽器做事 懂嗎 我現在只開一個叫Driver 你可以開1234 或是你高興 用正列表示也可以啊 那懂嗎 我不知道聽不聽懂 應該可以啊 就是你這邊的Driver 你上面那個Driver可以好多個 可以Driver1 Driver2 它就開好幾個瀏覽器 這樣了解嗎 只是說你後面的程式 你後面的程式就是對應好 Driver1、2這種東西 這樣做不同的事情 懂嗎 就這樣做不同的事情 都可以 好 那這個 後來我是刷新對不對 那我再新增一個 你最後就是 假設你今天沒有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把瀏覽器關閉吧 直到你需要它 你看我關掉它就不見了 所以是可以做很多的聯動 我怎麼把那個聊天室叫出來 研究一下 這樣 我找到了 欸不是這不是這 嗯 欸 我要怎麼進到這邊 好在這邊這邊 好在了解嗎 所以你現在目前能 先確認一下 你現在目前可以 選到元素 好在了解嗎 打下Python這個字眼 然後按下搜尋鈕 這很重要 能 合不OK OK 好 那你也可以 就是 進入我剛才講的頁面 就是每3秒刷新一次 OK 然後關閉聊天器 OK 好那太好了 那後續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12的部分 我們來 稍微操作一下等待的概念 所以呢 這個11就請你幫我關閉它 然後開一個12 那這個只是展示一下 這展示一下 然後這個 新增一個12 好 看一下12 那在這裡啊 有個有趣的地方 你會說 老師我還是沒有時間 去找這個 WebDriver的版本 你想要馬上就用 那你又沒灌 Chrome版器 你說老師我就是 不想 這時候啊 就個東西 叫做 這上面有寫 就是 ChromeDriver的Manager 他是做什麼的 你可以用這樣子 他自動幫你下載 對應版本的 ChromeDriver 自動下載 如果你已經下載過 他也不會管你 他快舉在某個點 XXX資料夾裡面 隱藏資料夾 但是他隨時去取用它 那如果你本機 已經有Chrome 那其實你不用在灌 你用Chrome 就像剛才那樣 你直接開 你已經灌了還在加裝 蠻奇怪的 只是一開始講那個 點斜線ChromeDriver.exe 是給沒有怪Chrome的人 他就自動用它來驅動起來 好 那在這邊呢 這個例外啊 除了剛剛的 Timeout exception之外 還有一個 No such element exception 像剛剛同學 是不是選擇器沒選好 他其實跳錯例外 報錯 其實就是 No such element exception 在這邊呢 我們就自己定義 我們故意寫錯選擇器 然後呢 不是讓他系統直接跳錯 而是我們自己定義一個 例外處理 然後另外print 也找不到元素之類的 ok 好 所以在這裡呢 你就直接 把這個套件 複製在第一格 好 執行一下 好執行完之後呢 這個 就幫我貼上 執行看看 幫幫看 他應該會下載一些東西 但是有沒有用 我也不知道 就是 看一下 嗯 掛掉是不是 作業系統不行 好 欸 看一下 這版本又改了是不是 好吧 應該 應該我 我這邊錯零咧 不是有時候Win32的程式 好吧 看來這個可能有改版 那這樣好了 幫我做件事情 幫我把它拿掉 只留下 只留下單純的 Chrome 然後執行一下 那這時候開啊 欸你會發現 他不是五痕模式 也沒有放在最大 那邊我們只是測試一下而已 那你也可以幫他放到最大 都可以都可以 你可以把手動用 你也可以複製剛剛那些參數 讓他變成最大 然後五痕都可以 都沒有問題 如果有些網站 好像會對抗五痕 我確定 好像那個 嗯 嗯 Midian 這個 部落格你知道嗎 你聽過 Midian 就是有一些技術文件的平台 早期 他 你用這樣開 他會擋你 他說你要付費 可是好笑的是 你用 有段時間開五痕 他全部都給你 現在他好像 連五痕都會鎖 不過你知道 講過Midian 那個技術文件 就類似這個東西 好 那如果待會你用 有問題的話 你就直接 就是 加我們剛剛的參數 把它全開 最大也可以 好現在我們有的機開 對不對 那我這邊程式嘛 我這邊都有這個 好吧 那請你幫我把它關掉 這個可能就不需要了 抱歉 這個格子把它關掉吧 在這邊 我們一樣 就是 開啟這個瀏規器 用他原先的 有下來的 現在我們就try 然後先加 然後先加pass 譬如說程式出錯 然後呢 finally 空閉 空閉就很細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有東西叫強制等待 強制等待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 好 那我們15秒後呢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等待啊 這個等待 原則上有分三種 那如果你今天程式吧 讓他直接卡在那邊 不往下執行 強制他等著 那我們都會使用 所謂slip 卡三秒 是不是 停個三秒 才往下執行 原地停三秒 好 那有的是什麼 隱性等待 就是說 我今天想要去 想要去直接去捕捉這個元素 可是我不會特別用程式 另外用web driver 位置去等他 而是直接就讓他等 然後超過一個那個 一件時間 他就拋出例外 你就不用寫 那個web driver 位置這個東西 OK 他都會等 自動等 好 那這個東西是 我是真的指定 這個元素 他在怎麼樣條件下 出現 例如說他顯示了 或是他真的出現在網頁上面 或是網頁的抬頭 是什麼 PTT實驗法 或者網頁部分文字是PTT 這個東西我們才要用 這個web driver 特別要使用 你今天只是單純想知道 元素在不在 這個就可以了 如果你今天希望抬頭是什麼 它是不是存在 這個定位的元素 是不是在網頁上 或是說 這個有沒有顯示在上面 或是說其他的例如說 這個元素能不能被點按 段落不能被點按 段落不能被點按 所以他給他什麼 JavaScript給他世界 可能可以點按 等等 如果你要另外設定 設定那個東西 你就可以使用 顯性能帶 如果你只是單純要等元素 你就等這個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三者的差別 那這個呢 比較單純 OK 你就幫我直接複製貼上這段 貼到pass裡面 為什麼 我只是要介紹這個slip 那我怎麼去取得 我三秒後的網址呢 我就是用 stripe.current底線URL 那我執行看看 三秒後 這個取得 他那個 什麼輸出 你知道 輸出了那個Yahoo網址 那你發現 他開了聊天器之後 到這頁去等三秒 印出網址給我 他只是要做這件事情而已 然後呢 你看喔 try,except 不是finaly嗎 那finaly就是 不管你前面進入 try是正常執行 亦或是報錯 你都會到finaly這邊去 那了解嗎 你最後就是 不管怎麼樣 都會執行這一段 所以他就 整個資金彎正常之後 他就幫我把油軟器關閉掉 他就幫我把油軟器關閉掉 然後呢我們就往下咯 好 接下來呢就是所謂的引信等待 就單純等元素這件事情 那我就直接用同一個格子 來操作 唯一大 唯一的比較差異在哪裡的 就在這裡 drive 點那個 那個 implicit 這個wait 等15秒 ok 15秒 反正15秒後 你這個元素 你要查找的元素如果不在 抱歉 就 會拋出 no such no such no such element exception 就告訴你說 黑元素找不到 ok 那怎麼說 怎麼做呢 好我用一樣東西 我這邊呢 就 driver 點 egressedly 底線wait 15秒 ok 最多等15秒 那我就會到這網頁去對不對 好這15秒啊 這個強子等待就不要了 我現在找一個元素 就是element 什麼 driver 點farm 底線element 好 找誰呢 好這個是yahoo的首頁 我們來看一下 那yahoo的首頁 我想要抓到他的logo 應該這個吧 yahoo奇摩 那你看喔 今天我們用selenium 我們就可以大膽的 直接對你想要互動元素做什麼 按右鍵 檢查 那你剛剛有用到 driverwait 也是在wait 你要互動元素 比較多 那我看一下 這一個是個A 超連結 然後這個A呢 他的ID是什麼 header橫線logo 這個A 他的ID是header橫線logo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想要去 A 然後他的ID呢 是header橫線logo 好 那我們就試著去印出什麼 印出 這一個element的 哎 我們之前不是講到 我們今天16美利湯的話 是不是取得屬性 是用中括號 跟.get 什麼樣的一個屬性名稱 對不對 還記得嗎 是不是 原素 那個select select 那個 美利湯 是用中括號來取得 A的hrif 有沒有印象 你看 還記得嗎 可能如果要 這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就是我們美利湯 拿到元素之後呢 我這邊舉個例子 可能大家忘了 在 這個這邊 我們第七的部分 美利湯啊 我們是不是取得元素之後 我們在我們後面 是不是有判斷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方式 拿到內文 就是 就是那個 元素.get 底線text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取得它的屬性呢 是不是透過 這個 A元素本身 用中括號 直接拿到屬性 或是用 A.get 這個屬性 還記得嗎 哎 在select select 裡面 他幫你把這個 HTML 跟 這個 periodsuit這樣功能 都已經做好了 可是呢 他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十二 他是這樣做 我怎麼取得屬性 get 底線 attribute 然後呢 href 他的一個物件的方法 get底線 attribute href 那你一定會問我說 那老師我怎麼 你看喔 我今天先印這個 例如說 我先印這個東西 我打開來之後啊 看一下會不會到這個頁面去 那你看 他直接就是 因為我的程式邏輯 是不是只有 在這個疑點秒數內 出現那個元素 然後呢 我就關閉 我的瀏覽器 那是不是一下做完 看起來很正常 你們知心看看 是不是輸出這個網址 就是 有人說能不能用 擺ID 也可以啊 你不一定要用 擺.css 底線selector 你可以擺ID 擺什麼 就照講一張寫的 亦或是 你可以到google 那個 網上去查一下 這個擺還有哪些語法 可以用 好 那你看 我 我已經知道 他的元素 是什麼 Logo那個 我怎麼把它藏起來 是不是這個A 然後ID為黑的 橫線Logo 那我今天故意寫錯 Logo那個O 變成OO GOO 那我再執行一次 他會開啟這個 然後真的就是 快快的等15秒 或是說15秒內 他沒有顯示出來的話 還等 你看他現在等 等到元素 他其實網頁LOW完 你看他左上角 是不是在讀取 有沒有 我這左上角 是不是在讀取 那15秒後 他就跳出一個東西 好 但你可以射短一點 就是說你覺得15秒 太長 那你可以設計的短 你可以設定的短一點 那我來看一下 好讀完網頁之後15秒 15秒太長 好 那你看他關閉了 因為 finally 如果你覺得太長 你就5秒 因為他剛才在LOW網頁 然後他LOW完網頁 會讀15秒 你就把它改成5秒 那你會發現 是不是他找不到元素 直接就跳出 欸我這邊少了一個 抱歉 應該在這裡 少了一個東西 no such 抱歉我這邊錯了 欸今天怎麼搞的 找不到元素還對 怎麼怪怪的 好我再執行一次 他說找不到元素 因為他跳到 no suchelement 那你就說 老師那你這樣 剛剛剛剛 except 啊 例如說那個 timeout exception 有差嗎 反正 你目前用這個方式 就是 會去 查找這個元素 如果不在的話 他就會去跳到 no suchelement exception 這個例外處 或是你用一般的exception 那原則上 就是什麼程式錯誤之類的 那原則上他就到這個 no suchelement exception 因為他找不到 好就是這個隱性等待 他的一個 特色 就是網頁讀完之後呢 他等5秒 就一直在等的東西 那 我記得好像也 文言王子也是不是可以 顛倒寫 會效率更好 不確定 試試看 不知道為什麼他還在等一段時間 等完了 然後讀完之後 看這個網頁讀完 他等5秒 這讀很久 這讀很久 然後等5秒 他想要找不到元素 OK 所以呢 這個是專門做這個 網頁元素的這個等待 好 那如果你今天要進階一點的話呢 就是要用下面的顯性等待 OK 那我們就用這個 來繼續操作 看一下留哪些東西 好 那這個顯性等待呢 就跟你剛剛我們練習一樣 如果很多的條件要去設定的話 好 就webdriver wait 然後driver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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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1 20 2 好 那這個雅虎呢 我今天希望他首頁的名字叫什麼 他這個 有沒有一個連結叫首頁 他有一個連結叫首頁嗎 等一下 有沒有首頁這個連結 這是什麼 哎 有首頁嗎 沒有 看一下首頁這個連結 這個是YouTube啦 抱歉 這是YouTube網頁 找到了 是這個 他左上角這邊有首頁 有首頁兩個字 所以基本上這超連結內文呢 有首頁 我就今天針對 好 抱歉我再改一下 他改了YouTube網頁 那在這裡啊 我就把它加首頁 好 那這個YouTube網頁就有首頁了 好 是這邊指他內文喔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印出 fiverr.find一線element 跟上面寫法是一樣的 fiverr.find link 一線 text 首頁 然後呢 拿到他的 屬性 就是href href 好 那我輸出看看 有他拿到 因為什麼 他偵測到 我這個YouTube的首頁上面有一個超連結 他的內文叫做首頁 可以 这样还ok吗 目前为止还跟得上吗 还ok吗 还没懂 还没懂 慢慢来 可以等一下 那概念懂吗 就大概知道发什么 因为待会我们就会花点时间 我们直接跳到YouTube去挑战一下他 做什么呢 在YouTube上面那个不是有文字搜寻栏位吗 假设待会你要打什么随便你 就是你要打什么歌名或是歌手名称随便 那待会会用张学友为例 我也不知道哪个歌手 上面打入张学友 然后在那个文字栏位 直接在他面前按加Enter 会当作搜寻页对不对 然后不是有筛选器 筛选器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四分钟 或是什么播放清单那种东西 我们就选入四分钟 他列出来的歌就不会有那么合集几小时的 我们都是四分钟内 那我们就抓 他一直滚动到最底 直到他没有元素出现 就把他生成的那些元素 全部把他拿出来 拿到我们手上 然后存成Jetson档 然后再开这个Jetson档 取前三笔YouTube影片 把他影音下载下来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之前 没讲过下载影片的事情 你们爸还没讲过 没关系 我们待会就来玩玩看 因为我在教初阶课程的时候 我有带一些东西 就是形象剪辑 我可以下载一些公信 然后让他在底层下指令 不过没关系 这个待会也来玩玩看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到YouTube首页去 输入你爱的歌手 或是你喜欢特定的歌曲 然后送出 送出之后到搜寻结果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往下滚动 才会出现新的内容 什么印象 他这会漏了一下 然后再往下新增 那今天我们就是浏览机 帮我一路滚到最下面 那会有一些简单的原理 那大家大概听一下 然后补一下就好 那往下滚动 到底 是不是所有的检索结果 都被我生成出来了 因为你一直往下滚 他是不是一直元素出现 那我再回头 把增加的元素全部拿在手上 存成Jason'dan 存Jason'dan之后 我们后续就不用再爬了 为什么 我们已经有这些歌曲的清单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打开来 珍珍那网址 用我们用一些程式 把它前三首歌 看你自己有需要 你就抓第一首 或是前三首 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我们本集 这样 OK 我们接下来做这件事情 那个件事情 讲完 你就回头讲13 类似这样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接下来的范例 要讲这个Cases 里面有个YouTube 那里面的选择器 它不断在改 所以只要 我们待会 我会测试看看行不行 然后把那个选择器 贴在 那个聊天室里面 好 按照我的 我那个方法去做 OK 所以你呢 请你帮我开一个YouTube 我们现在直接去对付这个魔王 要么在这个 上课脚印的这个目录里面 你有一个 能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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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空 记得回去 去request加美丽康 这个东西 回去练习一下 好 那之后 那个上完课之后呢 如果你今天要面对的网页 是需要互动后 才能拿到几果的 就用Slanium 老师 那我全部用Slanium 就好啦 有时候Slanium它很肥 因为你要看浏览器 它会吃记忆体 懂吗 有时候你看浏览器 它就很多网页都卡住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 除非你真的要 互动之后才能拿到东西 不然如果是一般像PTT 或是说政府外资料那种 或是什么 或是一些网站 提供什么公车 或是什么东西 那个即时更新列表 那个只是一次请求 拿到结果 就不要用Slanium 除非你拿互动 懂吗 好像PTT 那个直接request过去 你就拿到资料啦 或是某些 天气网站 那个request过去 拿到资料啊 这些东西 ok 那你真的要互动 这么例如说D卡 或是IG 这种东西 你要互动后才能拿到 就要跳出视窗嘛 你才能拿到资料了 那就有Slanium 不然Slanium 你一直开 虽然说它很方便 可是它很肥大 你要一直开料理器做 我时期很肥大 那这边呢 帮我做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格 那其他都差不多 这都差不多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我们会在底层 像我们还记得 我们不是那一贴图 All is the system 你记得吗 All is the system 是用Curl指令 去下载Net-A2 它有印象吗 好 可是那时候 会发生那件事情 它不会输出 爆错的内容 你就算对了 它也不会输出 那我怎么真的正经一点的 正式一点的 再用了程式去 对我的底层 或是所谓的 Terminal中端机 下一个指令 专业的 这就是Sub-Process 那这Sub-Process 是指什么呢 有个工作管理员 有没有 我这边是不是有处理程序 这个就是所谓的Process 但是如果今天 我在BS Code里面 这边我看一下 为什么BS Code 我没有开BS Code 我可以开这个东西 假设我开那个Chrome 我在里面 就是在执行另外一个程式 就像我在Python程式执行的时候 会有个Python程式出现在这边 我又在Python程式里面 指定我要用curl 或是用什么方式下载 里面还要再增加一个Process 这个Process 对我目前的Chrome Process而言 是指程序 听得懂吗 就是我开一个Process里面 在Process里面 又叫其他的Process 那那个新的Process 对我目前的Process而言 是指程序 就是指Sub-Process 程式里面又开程式 OK 这种做法蛮常见的 那我们就会结合一些指令 去帮我把那些歌曲下载下来 OK 那 你就把我这一段 那我另外讲一下就是 这个 旁边讲 如果没有资料夹 因为我到底下载那个档案 你就散落在我们桌案里面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会把它另外开个资料夹 把我们的歌曲相关东西下载进去 那这个东西通常就是扒资料用 为什么 它未来会存成 确实很难 那怎么存 大家就跟大家说 所以请你帮我把第一格 直接复制贴上去 那有报处后再帮我留意一下 其实第一格直接贴上 然后开一个浏览器 那你会发现啊 OK 我们这不动 你会发现这里 我们的这里面就多了Youtube资料夹 你看到 你应该也会有 此时这个Youtube资料夹是空的 可以吗 好 这里面其实不关咯 为什么 待会我们要一直沿用下去 我们待会会一直沿用下去 那如果你就把这东西关了 你再开啊 你就第一格再执行一次啊 懂吗 洛飞已经关了 第一格再执行一次 好 这边帮我确认一下 15秒后 我们正式启动 启动 我们就爬那个 那个Youtube 那那个Youtube爬下去算经典 因为它是 讲了如何跟浏览器联动的过程 包含滚动啊 如何滚到最底 有没有 例如说你在做这个Google评论 或是你要抓什么网页 是不是要滚到最底 那可是你假设你滚到最底 它又生成新的资料出来 你是不是还要滚到最底 它就新生成出来 那滚到最底 我们都要用到 不过呢 它会讲到一些 JavaScript的技巧 你不懂语法也没关系 知道大概 你脑补一下是做什么 我会解释 我们大概会透过 JavaScript的功能 叫网页做滚动 之前没学过没关系 大概知道就好 我们现在就会用 然后Selanium 在浏览器面直接下 JavaScript指令 大概Selanium 作为不止 它可以再塞其他 你的程式 你还是砍掉它的元素也可以 比如说旁边有广告 你Selanium 你可以砍掉旁边的元素 是可以的哦 砍掉广告蛮猛的 就是Selanium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 好 那我今天开发的方式是什么 你看 我这边是不是一堆Function 我一个Function做一件事情 例如说我有个Visit 它是专门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在下面会有个主程式的概念 会先执行Visit 那比如说我在执行这一格的时候 我会那个Chrome 会先到那个页面去 然后呢 我又多新增一个函式 叫做什么 搜寻 好就是选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选到文字栏位 然后把key入张学友 然后送出表单 因为刚才那个怎么回事 我再进入去 不然这边会讲到 我送出表单 那我们就把这个函式 放到主程式的第二段 所以每次你执行这一格 就把上面定义的函式 执行过一面 那我们每次就新增一个函式 当做一个动作 一个函式一动 一个函式一个动作 把所有流程 切割成小部分 这样懂吗 最后我们会关闭浏览器 然后去下载 我们要的歌曲 那这是一连串的 会比较难一点点 不过没关系 那个 如果今天早上来跟你讲完 下午把它讲完 就差不多了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定一个函式 去定一个函式 visit 那未来你要叫什么名字都可以 我希望刚刚开的这个driver 他能够 帮我直接到哪里 帮我到刚刚那个youtube网站 然后你这个格子打完之后啊 你就shift加enter 然后最后 你就加个visit 记得 你之后操作 你的凡式的那个列表 要先执行 才能执行下面那一格 懂吗 你的凡式列表有更新 你是不是下面执行 那个还是才会成立 所以基本上你看 我刚才执行完这一格 我在执行它 这个新开的对流行器 会自动帮我到这个页面来 先帮我确定这件事情 好 那假设你到了这一页来啊 我们下一步动做什么 是不是要搜寻 这个搜寻元素 然后在里面打什么 例如说张学雁 或是你要打周杰伦 或什么东西都可以 好 例如说你看哦 你想要知道他是谁 你要跟他互动嘛 你就对他按右键 检查 诶 他是input 然后ID为search 诶 那么单纯 那那很简单 input 然后印search 那个ID等于search 现在这里呢 我们就这样写 这个 第二个函式 就是说叫search 那以后你自己 有自己的那个命名风格 你就直接写 那我这边 我就text input 等于driver enter.find 几千element 好 那我第一个参注放什么 by css selector 那如果你说by id search 可不可以 可以 那至于说 会不会有人ID都一模一样 那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 那这边呢 我就是input 他ID 叫做search search 依照先前的经验 你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文字栏位了 对不对 你的这个变数是不是就拥有这个文字栏位的控制权 那你还记得如何在文字栏位里面输入你想要的文字吗 是不是 原数 点 send 底线 keys 是不是想把你文字写入了 所以呢 假设你这个选择其实没有问题的 就点send 底线 keys keys 张学友 那你先说啊 你要叫什么随便你哦 你要打那个周杰倫打什么玩高的都可以 高兴就好 我这边举张学友是我 当时张学友出新歌的话我就懶得改 反正那个致命度比较高 等哪一天张学友那个 这个 不会啊 他应该可以好好的 就说 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换人 那我现在 我现在在这边有等待一下 就强制等待就是我啊 预览一下结果 不然你没等哦 我们现在不管会不会被人造成DDOS攻击 你光不等这件事情 用16点点 他一瞬间就完成了 你不知道你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记得 你如果没有睡一下 你没有想要遇见你哪里有bug 所以稍微睡一下看他死 就挂掉在哪里 那你说老师我这边就是 下一次选单选选而已啊 那就不用 例如说你选那个 例如说你选那个 台湾证券怎么交易的那个网站 所以我下一次选单嘛 那你是选那一瞬间而已 所以就不用这睡 就说过去 类似这样的东西 好那我这边就刻意让他睡一下 不然就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 那我今天 其实可以针对这个文字栏位 按下Enter这件事情 就有点送出 我们是 你看到我在这边打 这个张学友 按下Enter 他是不是到这边去 我怎么 因为他背后有个form元素 他背后有个form元素 你说老师讲给你看 不是有form吗 所以我可以在那个元素按下Enter 那按下Enter 我是不是可以到搜寻结果 所以在这里后面 我们针对个txt input.submit 就可以按下Enter 然后再睡一下下来 所以他大概也会做的就是 他先focus在 比如说这个游标 会在文字栏位里面闪烁 然后输入张学友 一秒后 他按下Enter送出 等一秒 那不为所动 其实后面这个slipper也不加 那有加没加 目前为止是还好 好,那你看哦 如果你这边已经加好了 你就把search打上去 记得一件事情 上面那一格 一定要先执行 不然你的记忆体面 没有这两个函 是你只有原本的第一个visit 对吧 所以你这一格要先执行 是不是你的韩式列表就更新了 你下面加这个执行单 才有意义 知道吗 那你仔细看看 张学友 然后暗示送出 是不是到这边来了 有没有 是不是到这边来了 OK 如果好的同学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十半吧